感谢神我们在安息日一起在会堂聚会敬拜神 在安息日我们继续以地带自下里面的记载 谈到约西亚再修圣殿 透过这段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国王 在他的一生都会以神为他的中心 以神为中心就是说 他的生活他的每一个工作都会想到神 尤其在那个年代 全国几乎都是拜偶像犯罪得罪神 透过圣经让我们知道 历代自下三十四章里面将记载 他八岁当国王 当他十六岁做王第八年的时候 虽然还很年轻 但是他已经 但是他已经会寻求神 好像大卫当王寻求神帮助一样 当他二十岁的时候 当王第十二年 他就捷径犹大全地 清楚了很多有关拜偶像的事情 当他当王第十八年 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再一次要信仆奉献 要百姓奉献 来修建神的圣殿 并且在建造 修建圣殿的当中 发现了律法书 当工人把律法书 拿来给他 念给他听 他就看到自己的罪 他就把义务失破 他就为罪悔改 后来他又找神的先知 神所立的一个女先知 就问问先知 请他解释律法的内容 要先知 要先知把律法讲解清楚 这个动作是为了要更明白 神的旨意是什么 也就是他们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受苦 为什么百姓这样子的生活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原因了 很多时候人遇到患难 遇到受苦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 他会回到神的旨意里面 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看到自己的软弱 然后改变 所以当女先知 告诉他 律法的内容是什么 那女先知也告诉他 关于国家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约西亚也同时知道 他自己的结局是如何 所以之后 他做了两件事情 神的律法不要只有自己知道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透过教育 让全国的首领百姓都知道 这些首领知道 他可以继续教育 那百姓不论是小孩 是老人 全部都要知道 神的旨意是如何 就能知道 要怎么样 不会得罪神 自己也就会知道 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蒙神 所以这是约西亚第一件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立约 我们大家要一起 敬畏 事奉 耶和华真神 那这就是帮助大家 在这个信仰上 归向神 重新归回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这个回转的动作才是神重新接纳的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到上个星期安息日 我们所讲的那个整个过程 就是谈到 约西亚做了这两件事情 那当他要跟百姓立约之后 就是百姓要归回 归向神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这份信仰里面 重新认识神 所以这时候不是只有 我是耶和华真神的子民 这样子就过了 是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子民 并且我要在神的里面 整个信心能够坚固 那这样子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试探 淫幼 什么样的操练 它就像一棵 那个扎根横生的大树 永远不会倒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教育百姓 又跟百姓立约之后 他就开始做这样 我们叫做扎根的工作 那这样扎根的工作 那这样扎根的工作啊 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 那像这样子 约西亚在做着约西亚在做着这样的工作 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也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要看二十四节 这也就是扎根的工作 我们这个时代是算新约的时代 是恩典的时代 这时候我们是相信耶稣 那这是这里二十四节以后 到二十七节 是耶稣讲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结论 因为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 一直到第七章 我们要读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段 第五章开始 就是耶稣在传道一开始的教导 在这个教导里面有跟神的关系的建立 在这个教导里面也有人与人之间互动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 那这里头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必须要知道的信仰跟生活的教导 最后耶稣才讲这个结论 我们一起念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那这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结论 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四节 所以凡凡减见或遮掣就去洗的 好比一个聪明的 把房子盖在环石上 25节,雨林,水沖,风吹,撞到皇子,皇子众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26节, 凡凶建或增幻不具体的,逃避一个无知的人,把沙子带在沙母上, 雨林,水沖,风吹,撞到那房子,皇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我们说人的信仰就像盖房子。 如果以耶稣的那个年代来看,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没错。 可是他们为什么受苦啊? 而且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消灭了。 约西亚这个年代是剩下南国有大。 这是耶稣降生以前的六百多年。 因为他看到百姓与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恶劣。 所以他知道自己有责任要带领全国的百姓再次归向神。 所以他才要教导律法,要重建圣殿。 那其实目的就是带百姓扎根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才会用新约时代耶稣也是做同样的这个事情。 透过讲道,告诉这些要跟随的人。 你就是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 。 可是耶稣祂讲,祂把道理告诉人。 从耶稣的立场来看,祂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这样做。 可是,到底有没有人在听? 我想是有的。 因为真正看清楚这份信仰价值的人,他一定,我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我要得到主耶稣的喜欢,他就会按着主耶稣的话去做。 所以主耶稣说,祂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因为祂会把祂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 这个大石头,它很重啊,不容易动啊。 好,皇子如果盖在上面。 你不管下大雨,刮大风,有大地震,不会倒啊。 你不管下大雨,刮大风,有大地震,不会倒啊。 我来到柬埔寨之后,也看到很多人在盖房子。 以前在旧的会堂,住的那里。 那里。 住的那个房间,后面就有人在盖房子。 他那个房子也没有像我们这个会堂那么大。 可是我看他在盖房子的时候,他用那个很大的机器,然后挖很深的洞。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拿很长的铁,而且那个铁很粗哦。 他那个铁就绑成一个圆形的,好像要做柱子这么大。 我这样子看那个铁的长度最少有五公尺。 我们这个高度大概就是四米五米的高度。 甚至可能到六米,五米多。 所以那个柱子,他要用吊车把它吊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铁放到那个洞。 之后就有那个水泥车来,有那个石头水泥。 他就灌到那个洞里面。 他就会像这个柱子这样一根一根的,在地里面。 那种做法就是那个房子的根基。 因为他们来测试的时候,我看他们在抓,那个里面都是土,没有石头。 所以他把这个柱子做得很深,放到地底下,这个房子就会很坚固。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房子一盖可能就是一百年,可能就是好几十年,一百年。 至少盖房子的主人可能会想,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不必担心这个房子会倒。 事实上,主耶稣讲这个两种根基的道理,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你的信仰根基是要建立在磐石上面,还是建立在很软的松土,松松的土质里面呢? 我们看到,如果当雨下很大,那个土就会跟着雨水就流掉了。 如果像我们在柬埔寨的这种高脚屋,当那个土留掉,那个房子一定会倒下去。 如果像我们在柬埔寨的这种高脚屋,当那个土留掉,那个房子一定会倒下去。 一打到地底下五公尺,十公尺,这个土再怎么留,房子也不会倒。 所以耶稣说,你听到了主耶稣的话,你去做,你就是聪明人。 因为你信仰的根基是很深,是在磐石上面,很稳固。 所以生活,信仰遇到考验,你的信仰不会倒。 因为你会看到神的旨意,你也会看到神的恩典。 而且你会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在这里。 若你受福,可是你灵魂得救。 可是听了很多神的话。 就像你对圣经都很熟。 什么道理都听过了。 可是,你却不太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 主耶稣说,你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哇,看起来你的信仰好像很漂亮的房子。 可是你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 这种情况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 外表看起来人家说,他们是亚伯拉人的后代子孙。 他们的祖先是从埃及神把他们救出来的。 神让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里面。 他们得到神赐给他们的土地。 他们在那里有很好的生活。 可是神后来为什么让他们受苦了? 原因就是他们知道神的话,但是不要按照神的话去做。 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神的学民会受苦? 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的道理去做。 所以换到主耶稣所讲的, 他是笨笨的啊,因为信仰的根基没有稳固。 所以他遇到信仰考验的时候, 信仰就倒了。 那这些信仰的考验是什么? 很多世界的迷惑, 思虑,罪恶的事情等等。 所以以后耶稣也讲一个啥种的比喻啊? 有落在好土地的。 有落在路旁边的。 也有落在那个土横前的石头地上。 种子也有落在那个荆棘里面的。 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的记载。 所以神的道理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心到底是路旁边? 还是土浅的石头地上? 还是落在荆棘里面? 还是你的心是一个整理好的土地呢? 还是你的心是一个整理好的土地呢? 这就会影响到你这份信仰, 这个种子以后能够结果多少倍? 。 讲完这个比喻, 在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九节, 耶稣就讲了。 他说, 有耳朵的你应该要听。 耳朵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耶稣说, 有耳朵的你就应该要听。 那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听啊? 。 那我们已经把今天啊, 耶稣, 耶稣啊, 他领受了神的道。 那他想要帮助全国的百姓回到神的里面, 要建立他们的信仰。 那我们也引用新约时代耶稣所讲的这两件事情, 两个比喻。 一个就是根基的比喻, 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 好,这两个是结论。 讲的就是你的信仰, 就是在建立根基, 就是在撒种。 那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 耶稣啊, 他做了哪一些事情。 因为他在重新修理圣殿之后, 他还是有一些事情在做哦。 那我们也已经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国的百姓, 建立信仰回到神的里面。 而建立信仰扎根, 才能够开花, 才能够结果。 那这时候我们要根据《猎王记下》23章里面的记载来看这些事情。 《猎王记下》。 我们看圣经《猎王记下》23章。 我们之前是根据《历代之下》34章。 那在列王记下也是从22章开始 就是在讲耶稀亚的事情 那他跟百姓立约之后 23章就是他接下来在做的事 因为他教育百姓知道神的律法 这个就好像在撒种 就好像在建立根基 他跟百姓立约就是希望 我们大家都一起这样做 现在这个种子就是摩西的律法已经撒下去了 所以包含他们住的地方 这个住的地方都是土地 当时候他们住的地方已经充满很多 败偶像的事情 罪恶的事情 这个会影响神律法的扎根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种过田 或者是你会种东西的 不管你是种花 种水果 种稻子 种什么都没关系 当你要开始种以前 你一定要先把土地整理好 那最基本的就是把土里面的一些杂草 脏的东西要全部拿掉 因为当你东西种下去之后 它会需要养分 你这些养分才不会被那些杂草吃掉 信仰的扎根也是如此 神道理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这样 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相通的 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在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在除草 把误会的要全部拿掉 因为他之前教导律法 好像种子撒下去 它会有根跑出来 这时候只是一个苗 那个长苗 小小的 那还有很多养分要进来 所以要把杂草除掉 所在中的才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稳固 所以从列王记下23章第4节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 国王就下令要把所有的偶像要除掉 因为偶像就是影响人跟神关系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拜偶像的事情 还有各样得罪神的事情 各样就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而是很多件事情都得罪神的 那我们用很快的方式 大概先把它看过一次 就知道他做了很多事 在第4节23章的第4节那里讲的第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当时候有拜偶像 而且把偶像都拿到圣殿里面 那这当然是神最不高兴的事情 这是耶和华的殿 竟然把耶和华的圣殿拿来拜偶像 而且拿很多不洁净的东西进来 好 因为现在在重修圣殿 所以看到的不属于圣殿的全部清走 他就拿到耶路撒冷城外面 因为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 是圣城 就是神分别为圣 那既然是神分别为圣的城 当然不可以有误会 所以不是只有离开圣殿 还要离开城 离开圣城 拿到圣殿外面的一个叫做吉伦西的田 把这些东西烧了 用火烧了 那烧完以后就有很多灰烬 东西烧了就剩下黑色的灰 然后就把这些灰拿到伯特利去 拿去伯特利做什么 因为伯特利就是他们拜偶像开始的地方 他们就是要用这些偶像的灰尘来告诉大家 这个伯特利拜偶像的地方 就是像这样污秽 像灰尘 没有用 到第五节的时候讲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拜偶像的这些祭司 他们都被废掉 废掉就是说不再让他们做了 那这些祭司就是像巴黎 像日月星 还有天上万象的人 烧香的人 祭司 那到第六节 还有把另外一个偶像叫做亚瑟拉 也搬离开 拿去烧掉 这个亚瑟拉是那个偶像的名字 亚瑟拉 这是一个 第六节那里有讲亚瑟拉 我中文有 简文我不知道有没有 全都没有 他们那个时候有两种偶像 有男的跟女的 这就是夫妻偶像的名字 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 有一个韩国的安三宏的异端 安三宏 是什么上帝爸爸上帝妈妈 那个意思是一样 有男生有女生 当时候的偶像也有男的也有女的 那到第七节 有一些男童 男生 就是在圣殿 在那个 里面做坏事的 这个就是在 也是在侍奉那个 亚瑟拉的 侍奉那个女的偶像的 好 这个也把它拆毁 那个 在第七节那里 那第八节就从犹大各个地方带祭司来 这些是神的祭司 他们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各地在烧香给偶像的这些祭坛 全部把它毁坏 让他们那个拜偶像的坛也被误会了 那些人虽然他们拜偶像 可是他们都一样 那个是我们在拜神的地方 不可以误会 那个魔鬼 也就是要 人把它当成神来拜 所以在拜偶像的地方 他们也都有很多 他们所谓的 只有他们的偶像可以用的 所以把他们实质的破坏 就是让他们不能再用了 那这种情形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 有人要信耶稣 他说 我要信耶稣我不拜了 我们会去把他那些偶像除掉 我们在节目中就常常去除偶像 因为他既然不要再拜偶像了 要来信耶稣 就是要把他们全部误会 而且要用火把他们烧掉 把那些偶像跟东西全部烧掉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讲说在除偶像 就是根据圣经这里所讲的一样 那到第十节 在一个叫做新任之国的地方 这里也是在拜偶像的地方 也是要把他们误会 因为这里是献给偶像 磨肉的地方 那到第十一节那里 有讲到在圣殿旁边 有一个那个马车 用火把他烧掉 那个马车就是那个偶像在骑的马 偶像太阳神的坐车 好 当十二节 犹大猎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住的坛 还有马拉西在叶瓦殿中所住的坛 全部拆毁打碎 因为他们所住的这个坛 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的那个坛 是给外邦神的那个坛 既然这不属于圣殿的东西 当然要把它清除 好 那十三节十四节 讲到所罗门王也做这种事情 你看他娶外邦的妻子 他就为他的妻子做了偶像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弟兄姐妹 你不要去找外邦人结婚 你是信耶稣的人 如果你嫁给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家里拜偶像 那你就要跟着拜 那如果你娶一个外邦的女子进来 你们家是信耶稣的 他说我要拜我的神 他就把偶像拿进来 你看 所罗门是国王 他又能怎样 他还是为他外邦的妻子 做了得罪神的事 所以所罗门王也是得罪神很多 那你看从所罗门到现在 几百年了 现在约西亚 全部把它清除 到十五节 耶税罗门在伯特利所煮的坛 也把它烧掉 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后来 那个时候王国就分裂的开始 到第十六节 把那些坛的祭司的骨头拿出来烧 因为他看到山上这些坟墓 就知道这些坟墓里面 那个死人的骨头 那一定要把它烧在坛上 污秽的那个坛 让他们不能再继续拜我像 到第十九节 还有以色列很多的王 他们所做的秋坛 让神生气 把全部毁坏 到二十节 还有很多祭司还活着 全部把它杀死 因为那个都是在拜偶像的祭司 那到二十四节 这些行巫术的 骄鬼的 这些人 就是好像法师 巫师这一类的 全部都把它除去 所以从第四节 一直到二十五节 这一段里面 我们就整理出十四件事情 那为什么那么多 这个其实就只讲一件事情而已 约西亚那个年代 全国百姓充满了 拜偶像的事情 而且从所罗门 往那个年代 一直到现在 几百年了 有谁敢这样做 就像我们以前 查考过的西西江 他也没做到这样 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很钦佩 约西亚王 他很勇敢 祖先几百年留下来 错误的观念 他竟然可以全部把它除掉 所以这种勇气 如果不是来自于他认识神 知道神的律法 他会这样做吗 也不会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约西亚王 他得到神的律法书 他自己清楚了 得罪神的地方 那神的力量在他的里面 让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可以把几百年下来的这些错误 全部都清楚 为了就是讨神的喜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信仰要扎根 除了知道神的律法 然后最重要就是做自己捷径 自节这样的一个工作 一定要把错误 彻彻底底的清除干净 这样子人才有办法回到神的里面建立纯正的信仰 我们先不管他以后的成果可以维持多久 但至少从耶稣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勇敢的王 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 因为他不怕得罪人 他比较担心的就是神不高兴 就这样而已 所以信仰扎根的事情 就是要讨神的喜悦 不管对方是谁 违背了神的道理 违背了神的旨意 那知道神的心的人 一定要勇敢站出来讲话 我这种举余的例子 就是保罗 保罗就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加拉太书第一章 我们先看第四节 还有第五节 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到五节 这里这样记载 因为这是这一封信最前面的内容 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四节 基督造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第五节 但愿荣耀归于神 知道永永远远阿们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我们 这是保罗很清楚知道的 以前他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也在逼迫神的救恩 可是在主耶稣节选他之后 他就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要拯救世上的万民 所以他也甘愿 甘愿为主做事 成为主的仆人 因为他深深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事 可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他就看到加拉太这里的信徒 有人开始离开道理 因为有一些所谓的神的工人 这些耶路撒冷的人 犹太人 他们可能是使徒 他们也可能是教会的长老 他们就来要求 你系耶稣你要受割离 这个当然是违背主耶稣救恩的本质 犹太人的传统怎么可以加给这些外邦人呢 所以针对已经信主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首领 保罗的话讲得就很严重 第八节就讲 无论是谁 是信徒里面的哪一个人 或者是天上来的天使 如果他们叫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传给你们 跟我们以前传给你们不同 他就应该被作主 第九节再重新讲一次 第十节讲到他的心 我是要得人喜欢 还是要得神喜欢 那这句话更清楚地讲 就是说 我如果为了要不怕得罪人 不敢讲真话 那我就不是神的仆人 所以社会上 在世界上 有人这样说 会告诉我的优点的人 他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告诉你的缺点 你哪里做得不好 你哪里做错 会讲你不对的 那个才是对你好的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怎么一直都在挑我的毛病 说我这里做得不够好 那里做得不够好 你到底是怎样 就因为爱你 因为爱你 所以看你做得不够好 他希望你做得更好一点 这种情形不就发生在 父母对孩子的身上吗 孩子做错事难道你不说他做错了吗 父母亲看到孩子做错事 有那个不管他 不教他的吗 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事 父母不讲他 不教他 那表示这个父母不爱他 在这份信仰里面也是这样 所以圣经才讲 凡主所爱的他才会管教 会管你又会教你 保罗就是很清楚主耶稣这样的心意 所以他看到教会里面有人 偏离了神的道 偏离了神的福音 他当然勇敢的站出来讲 这就是他的勇敢 这就是他的勇敢 所以跟耶稀啊 有没有一样 会不会得罪人 会 可是他担心的是怕会得罪神 如果你怕得罪人 不敢讲 那你一定是会得罪神的 尤其领受职分的人 如果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那他也不配领受这样的职分 那他是不是后面讲更多 很多这些事情 同样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看教会 有些人一直都讲你很好很好很好 讲这个教会信徒 大家很乐心很用心 有时候不知道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 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的比喻 做好是应该的 在从道理 从神的角度来看 你做好是应该的 你在夸口什么 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耶稣的角度来看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 那你把它做好做对的 是应该的 那个荣耀应该是神的 不是这个人的 所以每个神的不能说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教会有不好的地方 违背道理的地方 甚至在做得罪人的事情 结果都没有人敢讲 因为我们就怕我们会得罪人 因为我们会被人不喜欢 那会变成怎样 以后就没有人敢讲真话 所以从旧约时代看 旧约时代真正的先知 都是人不喜欢的 因为他讲真话 百姓就讨厌他 还有先知被关起来 人家还要他死 但是真先知真的知道神 所以他们对神忠心 就算牺牲生命 他们也是致死忠心 新年时代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的勇敢 这是要帮助全国百姓 建立信仰的第一个工作 那底下还有第二份工作 我们下午再来分享 我们早上就聚会到这里 来唱诗